Google 打開我是楊晴 好久不見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我最近在忙什麼 就是我開學了嘛 我現在已經是開學的第三週了 那我今天想分享一下我 因為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就是在這邊上語言學校的課程到底是上什麼 那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學期我現在的程度是在 北昂就是B1的程度的話 我的課程裡面有包含一些什麼樣的課程 還有我最近在忙什麼呢 就是 我就這樣很鄭重的跟大家講說 我的健保卡 我的駕照 我的居留證 所有的資料 資料全部給好了 然後也給法國政府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等著拿到我那些東西 居留卡啊 駕照啊 我駕照他跟我說 我會在下個月的月初 拿到 希望如此能順利的拿到 我等了 如果包含 這整個月到我拿到的話 我等了 七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健保那邊就突然又發信給我說 我可以 補證件然後去換健保卡 說不是我根本就沒有拿到健保卡 我的居留證就是一直卡在那個 存款證明的部分 還有 入學證明的部分 所以就必須等到開學之後才開始弄 然後今天終於也去補件 補件好了 所以一切都OK了 任務結束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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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打勾了 我最近都沒有拍影片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累 真的很累 那我自學期上有上什麼課呢 我現在來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其他語言學校是怎樣 我的語言學校是我們一堂課是90分鐘 然後90分鐘後會有個15分鐘的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之後再接著上下一堂課 然後我自學期的課有 我自學期的課有12堂課 可是因為一堂課90分鐘 所以我自學期一個禮拜總共會有18個小時 換算台灣的方式的話就是我會有18個學分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我有什麼課 第一個當然不用說是文法嘛 文法課的話我們一個禮拜會有兩堂的文法課 我就是communication就是 會畫 會畫課的話一個禮拜是四堂課 然後有些像是我們有一些班是 他把communication 分成兩個老師 他可能我覺得他是想要 給學生一些不同的 口音跟語速的老師去學習 會畫的部分 可是像我們班的話我們就是同一個老師 總共交到尾 所以我一個禮拜有四堂 我每天都看得到我的communication老師 真是 再來就是phonetic phonetic是發音課 就是他會矯正一些你的外國的發音 因為其實你的同學來自各國不同的地方 大家的發音就是很大不相同 有些人的發音就是讓你非常困難的去了解 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很厲害的是老師 為什麼每次都可以聽得懂他們在講是什麼呢 以上這三堂課是不管到哪個程度都會有的 不管就是阿安阿德 北安 全部都會有這些課 就是文法 然後寫作家會畫 然後再來是發音課 我們上一期還會寫一堂課叫做 Cue du français 然後就是法文文化的課 然後他這期我覺得他把他們給分開了 所以我這期多了一堂課叫做 LITERATURE LITERATURE就是文學課 法國文學 喔你看這樣 法國文學是超煩的 我真的超討厭文學課 不管是任何的文學課我都很不喜歡 因為用古典文學就是很很煩躁阿 像我之前在我之前學日文的時候 就會上日文的古典文學 日文的古典文學 真是也是讓我一個非常非常覺得很很討厭的東西 因為就覺得學那個 就像我們台灣在學文言文一樣 可是說真的我還蠻喜歡文言文 因為它畢竟是我的我的魔語 所以說學文言文的話 相對也是很難理解 就如果你覺得文言文已經是一個很難理解 你來這邊上外國文學的話 不管是上日文 上法國日文文學 或是法國文學 你都覺得 我都覺得好難好難喔 就是 而且法國的文學跟亞洲 跟亞洲的文學它不太一樣 就是 法國有很多謬論的文學 就是他們用一個很詭諧 很荒謬的故事 去引到另外一個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看那個對話 就很像舞台劇的劇 像我們現在上台 就很像 舞台劇的劇本 所以我就覺得說 它到底這個故事想要講 到底是什麼 我上了兩堂三堂 我上了兩個禮拜課 我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就上網去找 找那一本書 就到底他在講什麼 把那些大綱啊 然後看過我之後 我才知道 喔 因為他想要表達是這個意思 不然我真的真的 我上上兩堂課 我覺得好痛苦 我坐在那邊就是發呆 呵呵 然後還有有追蹤我IG的人 就應該有看到我就是 我的動態 我就發一個我在做地理作業的動態 喔 對我們有多一堂地理課 就像我們國高中會上什麼 人口啊 密度啊 然後 地形啊 然後 種族啊 什麼之類 就這種東西 然後還要做 就是 報告 然後要在台上 我就是為了 我這禮拜就是要報告 我的 我的地理 所以就覺得 我要介紹台灣的地形 就是 板塊啊 然後會有很多地震啊 會有很多台風啊 而且 我們只要報告 五分鐘喔 所以 真的是所謂的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當你要很 只有五分鐘 老師說你要在五分鐘之內 很流暢的 去表達說 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而且不可以超時 然後也不可以太短 然後你要讓大家知道 說 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而且老師也會對你的 呃 繪畫 你的使用的那些字 或是法音 去做 評論 去做評分 所以會 是其中一個分數 所以就覺得說 嗯 而且不可以照稿念 所以我就覺得 當 我就覺得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討厭地理課 我的高中 我真的 國高中我最討厭的 不是數學 我就是地理耶 雖然我 我真的覺得 我很不喜歡地理課 我覺得地理課 很難背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對地理有個障礙 我通常 我 我是後來開始出國 完之後 我才會記得比較知道說 各國的地理是長什麼樣子 我才知道說 什麼國家什麼地方 我都要玩過之後 我才知道 所以我 所以你問我什麼 中國歷史啊 中國 所以你問我什麼 中國地理 什麼神那什麼 尤其是你班上的同學 有很多都來自中國 他們都說他們來自哪裡的時候 我都覺得 嗯 我真的沒有一個概念 這很困難 還有美國的同學也是 他跟我講說 他來自哪一個州 我真的完全沒有概念耶 超級沒有概念 我超討厭地理 然後這些 還有上一個 Project的課 一個班分組 然後你要在學期末去 上台喔 在 全部的班 就是 阿安阿德 北安北 就每個人都有 這一個 這一個課 然後 我們要在全部人的面前 就是 最後 學期最後有個發表會 你要在那個發表會上面 秀出你的成果 你研究的東西 或是你的 你的主題 什麼之類 看你要做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 阿好煩阿 我討厭 團體作業 為什麼就不能讓我們 一個人做作業就好 我真的很討厭 小組討論這個東西 至於新增 唯一個讓我覺得有趣的 就是 飲食與遺產 我就喜歡 因為我就喜歡 文化類的議題 所以 當老師在討論上是 法國人的飲食阿 或是 法國各地區有什麼 食物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堂課 非常有趣 我就可以討 試一下很多我沒有聽過的東西 或是我聽過 然後我跟老師講 或是 因為像這個有牽涉到很廣 因為就是文化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堂課 我是唯一一個 我喜歡的課 我相信每個語言學校應該都是跟我們學校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有心裡想要來法國讀語言學校的話 你的程度是在北安的話 如果你是阿安或是阿德的話 課程就會更簡單 可能會少個祭堂課 或是要把它總刮在裡面 課程數沒有那麼多 你到越高level的話 課會越來越多 就是互一樣的錢 可是課會越來越多就對了 所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如果你也想來法國讀語言學校的話 然後我覺得我這邊有一個很激勵人心的事情 要告訴大家 就是 因為我現在程度是北安嘛 我剛剛是來的時候 我是從阿安開始 可是班上的人會覺得說 我好像 我法文講得很好 其實殊不知我就只是真的學一年而已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講 我的繪畫比他們好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我基本上我在家的時候 我並沒有跟阿仔是講法 我們在家也是講英文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有打算來這裡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太害怕 你是完全不懂 就來的 我覺得逆境使人槍 當你被 當你被丟到這個地方 你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再怎麼樣 不會 你也會進步 而且 可能會像我一樣進步的很快 我現在可以了解我同學在講什麼 可是如果你要我去了解 正常法國人在講什麼的話 其實我還是不太懂的 因為他們的文法比較正確嘛 同學跟同學之間講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用一個錯誤的文法 大家都會了解互相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蠻大的進步啦 至少說 至少說我已經不像一開始一樣 就是 你講什麼完全聽不懂 我跟法國人講話我也完全聽不懂 我沒有辦法我一定要用英文這個狀態 已經 逐漸的脫離了 所以 這算是一個 給大家一個很大鼓勵囉 好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 近況更新的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話 就麻煩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如果你是 新朋友 歡迎你們加入 謝謝 謝謝你們 然後你們也可以追蹤我的 Instagram 加入我的Facebook粉絲團 那就這樣子啦 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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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